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会把用玻璃把他摆好的那一排凳子给拍出来 然后同时呢他在玻璃里面玩 这是在酒店里的一个场景啊 那我也会拍他朝我做鬼脸的样子 他做鬼脸的这个动作呢 学的是我爸爸那本书啊 就是现在左下角的这本书上的那个人物的表情 觉得很像 神像四 就是他很喜欢的一本书 他跟我们呢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啊 虽然现在才两岁多 但是已经天南海北的跑了 跟我们这是在锦州的一个小饭馆里面 吃面条的时候 吃得满桌子的面条的样子 这是在河北的一个这个山区里面 对一个农家乐里面的兴奋劲 这个是晚上11点了 他依然非常的兴奋 也有哭的时候我也在记录 早上起床 妈妈还没醒 他已经坐起来了 我也拍下这个画面 你可以想象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你能想到什么 就是相机在我身上是 真的是永远不离生的 我随时都在观察 而且随时我都可以快速拿起相机来拍摄 是吧 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好的瞬间 在上楼的时候 我会叫他们说 停一下 我从楼梯的间隙里面拍到 这个李斗鱼 还有我们的同事王岩 还有东东和麦麦 他们四个人的一个合影 就从楼梯的缝隙里拍摄的 麦麦很喜欢鱼 所以他走在这个大的水族箱之间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惊讶 一直在喊鱼鱼鱼 他也喊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兴奋的表情 背这个书包走在里面 到处都是他喜欢的鱼 而且这些鱼对他来说 非常的大 他会在玻璃上涂酥油 然后惊讶了 发现爸爸会出现在玻璃的另一边 这是在家里 在电梯里面 他会抬头看 说爸妈妈在天上 然后他非要戴李斗鱼的帽子 戴上去那一瞬间 肯定是会遮到眼睛的 所以在戴的一瞬间 我就跟李斗鱼说 你等一会儿 我先蹲下来 我先蹲下来 堆好了胶 然后李斗鱼把帽子往脸上一扣 就是现在这个表情 他很喜欢发光的树 所以我们也拍了这样一些照片 什么都在拍 几乎就是 什么都好奇 什么都在拍 April在跟着我出去的时候 他看到我拍照片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次拍他的时候 他非常惊讶 反复在感叹一件事情 他说 他说叶老师 我觉得我要像你一样 我就满足了 我说什么叫像我一样 他说 像你这样 拍了这么多年 能拍出那么多好的照片 然后有了那么多的成就 但是你依然会像个初学者一样 什么都好奇 什么都拍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正在拍一个漂亮的井盖 和我的脚和他的脚的合影 这种拍法很像是一个大学生 刚刚拿起相机的时候的那种做法 什么都想拍 什么都好奇 这个井盖好看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脚的鞋子 放这里也蛮搭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拍一张合影 就拍脚就好了 这么弱智的一种做法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做 但我觉得这确实 他说的很对 这是一个优点 因为我们不管学多久的摄影 我们都不会放弃最初的那一颗 对这个世界好奇的心 我们会一直饱含激情的去拍摄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事物 希望大家也能在这一点上 就是有所感悟吧 好 那么在办个展的时候 实际上整个过程我也在拍摄 包括吃和饭 包括搬东西 一头扎进去做这个装置艺术 工人们开始立墙 然后燕飞爬到楼梯顶上去 我在下面拍他 他的上面拍我 那这个黑桶子和那个黑衣服很配 是吧 然后李杜宇呢 正在给燕飞递去这个射灯 我们布置射灯 小心翼翼的把两笔大的照片呢 往墙上挂 最后展览即将准备完毕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帘子已经这个放下来了一半 地上东西也基本上收拾干净了 我们开始准备冰块 因为要造物 调音台准备完毕 背景深已经合成好了 已经准备完毕 这个 叫什么 这个这个保安呢 也已经入场 现在我们开始 紧留下了门口的最后一盏灯 里面所有灯都关掉 黑帘子放下来 并且打开了手电 这就是展览现场的一个情况 这个现场情况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了 甚至有很多同学是看过的 他们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 因为你需要在黑暗中去探索 去发现这个世界 莉莉也来了 她来看这一场以她为主角的展览 以她为敌人称视角的世界的展览 那她看了两次 每次都看了有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你走了其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演员 每个人都是一个 行为艺术演员 大家都在拿着手电筒 走在屋中去探索 去寻找 这个她所感兴趣的画面 就像我们的探险队员在南极去探索 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我拍了很多这样的特写 当然也开灯以后呢 莉莉在撤展之前和她的自己的照片 合了一张影 最后我们开灯看了一眼 整个场馆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了一张这个场馆的布置 做了一个纪念 周围还有一圈照片 里面有一圈 里面这一圈是正反面都可以看的 然后外面有一大圈 这是希望工程的那一张著名的照片 就是大眼睛的那张名字叫做 我要上学的照片的作者谢海龙 也来观看了展览 在背板上签名 跟我留下了一张合影 Apple也来了 我送了她一件这个漂亮的纪念T恤 然后呢是Lily 来在撤展之后 跟我们一起吃这个青宫宴 和一度一坐在一起 那我们开始拆这个木墙 是吧 展览结束以后 这是工人正在拆她的一个情况 我的海报呢被划去了一半 我们都把这个印刷品都要毁掉 然后最后就剩下了一地鸡毛 李杜宇呢正在把Lily的照片给包起来 包了以后呢 雁飞和这个搬家工人一起 把她送到了Lily家给她做纪念 所以你看我们即使是办展 本来就是一个摄影的事情 摄影的活动 那从头到尾的 我依然在拍摄 连撤展我都在继续拍照 我不觉得 哇终于办完了 我可以松口气了 然后我就不拍了 没有 我一直在拍摄 那哪怕我是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教学生们用手机去拍天花板 要了解很简单 就是把天花板的格子拍成方正的 任何一条编都不要写所有的编之间呈90度的关系 但是非常非常难 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这叫平面化构图对吧 对准一个平面进行垂直的拍摄 那我还带学生们呢 去花海里面去拍摄人像 这是我拍到的学生的一个样子 是他站在花海里面 我蹲得非常非常低 用大量的花挡住镜头所拍摄的 还有一些学生呢 会跟我走上街头去记录老的这个街道被拆迁的时候的一个样子 那一位学生呢 正在用手机去拍摄 那个正在修建的这么一个标志 道路施工的这么一个标志 那我能是在手机的反光里 镜子的反光里 拍到了这一位学生 他的拍摄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他的拍摄动作很搞笑 有一只猫跟着老大爷走在街头来晒太阳 另外一些学生呢在练习手机摄影 包括Apro来帮我带学生 这是你们刚才见过的画面 我也会刻意的出去扫接 这个扫接的是一种算是一种练习 它没有什么主题可言 无非就是随便拍一拍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摄影停下来 在我没有什么拍摄 主题拍摄 或者是说我的主题拍摄的这个间隙时间里面 我就会去街头保持一定频率的拍摄 这是在三里屯 上面的照片你不知道孩子们在干嘛 但是看下面的照片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在这个广场上玩水 这个水柱是随机的喷射的 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带着权盔 却被水柱喷了个正着 这是非常滑稽的一个画面 非常突发性的一个画面 能捕捉到这样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幸运 另外一个小女孩呢非常陶醉的 在这个水柱中起舞 几乎是不管不顾的 那么多人在旁边看 那么多人在拍 她根本就不管 她就在中间跳来跳去 这个随心而舞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艺术啊 艺术是什么 之前我反复的说 我艺术是人的表达 艺术是你想表达什么的时候 你用了某种方法来表达出来 那她用的是肢体语言 你用的是可能是文字 我用了可能是图片 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心而发的才叫艺术 那另外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非得要去用脚踩住那个水柱 让水不喷出来 这一下呢 是被喷到了脚板心 痒了喷疼了 突然那个水柱就没遮得住 溅出来的样子 后来她觉得 我的这个脚板心 既然堵不住 我就用屁股堵吧 然后于是她就坐在 那个水柱上面 这个水柱突然喷出来的时候 她就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蛋疼是吧 哎呀 那个男兽 赶紧就滚一边去了 再也不敢这么玩了 这是她 翘起屁股来 让水柱喷出来的 这一瞬间 那么 我还拍了一些 很有意思的街头的画面 比如说这个男士 跳起来干嘛呢 很奇怪的 像是某种仪式 诡异的宗教仪式一样 就掉在空中 然后那个女生呢 在这方面抬头看 实际上这是英雄救美的 女生的气球飞了 飞了也没飞太高 就飞在那个屋顶上 所以她现在跳起来 去试图抓住 气球的尾巴 把气球给拽下来 她就跳了这么一次 居然就把气球抓下来了 所以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 也幸亏是拿相机速度够快 要不然的话 这个画面是不可能被捕捉下来的 那接下来呢 老奶奶在卖气球 我可以从这面去拍她的 但是那会很没有意思 所以我从背面 一来是逆光 第二来呢 我隔着两层玻璃 再来拍摄她 卖气球的这件事情 左边呢 有一男女两个人 正玩着手走过 那这是李杜宇的妹妹 就是我传说中的这个小姨子 是吧 拿着单反相机 在三里屯练习摄影 她现在也是自由主义摄影师 当时呢 是正在练习 她在隔着雅各利来拍别人 我在隔着雅各利来拍她 是吧 这就是我的学生 也学会了要隔着玻璃来 营造这种朦胧和梦幻的质感 好吧 那么这是一种重构 右边是上半身 左边是下半身 拍这张照片 不拍脸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 她的鞋和她的服装 她的裤衩 出现在三里屯都太搞笑了 完全格格不入的感觉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潮 所以就拍她的服装特写就好了 装什么样不关心 有姑娘在街头看着橱窗里的花 那在上厕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燕妃是吧 就非常狡猾的躲在外面 当我推开我的这个小隔间的门 准备去拍燕妃撒尿的时候 燕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她根本就没有上厕所 她就等在我面前 等着拍我开门 以后拍我呢 她想拍我 我想拍她 所以这张画面是我捕捉下到的 她在开门的那一瞬间 在那笑的一个样子 哇这个轨迹被发现了这种感觉 虽然有点模糊 对焦是对着远处的 但是这种感觉就是 对焦对着远处近处的人物 突然变成模糊的这种感觉 她恰恰有点像 她有点像是 你刚好对着远处的她对好的焦 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速度 就跑到你面前 但这个时候你只能夸门了 有这种感觉 就是突发性的变得更近的感觉 就是特别近的物体 失焦的时候 有突发性变近的感觉 所以它其实能带来一种 快步抢步抢到跟前的 这么一种时间的感觉 可是技术设计里面呢 你们肯定在很多地方 都有见过这种 近处的物体突然虚焦的 这种情况 以后就知道 它大概是怎么回事的 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像我 所以我也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有个小姑娘摆出诡异的马步 有一个胖胖的人呢 在街头跳舞 周围有了好多好多人在看 那么因为她弯下腰去调她的这个录音机 想放一个比较有感觉的音乐 所以她屁股翘的老高 因为她畅生穿了小深色衣服 夏天穿白色的这么亮的裤子 所以我光就能看到一个大屁股了 大家都觉得很滑稽 但是你可以想象 我是站在人群之前拍摄的 也就是说 当大家都围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的时候 我是在圆圈内刻意走过去 在那么多双眼睛下 蹲下 就是对准她的屁股 来了一张照片 因为我觉得她不会介意的 一个男人有什么好介意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 我的这个动作很搞笑 有的人可能会想 多的人可能会想 你这样是不是不礼貌 但事实上她敢在这么大的广场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来跳舞 跳一个并不是很好看的舞蹈 我相信她不会特别介意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在那里拍了她 大概有五分钟 都是贴得很近拍的 我都是站在人群之前拍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圆圈画过去 你会发现 整个这个圆弧之内 这个圆形之内 就是我和她两个人 她也不敢不顾的 非常享受在镜头前的这个时光 是吧 那么这张画面 我很喜欢的原因是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很诡异的动作 小孩的眼睛也望向了一个很诡异的方向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有内涵 是吧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好吧 我们再回到三里屯 当我见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的时候 我也会认不住要去把它拍下来 虽然是把它拍在角落里面 总摆了很多的灯来做点状的构图 我见到一条漂亮的裙子的时候 我会蹲得非常低 几乎是趴着的位置 仰头来拍这条裙子下面的样子 我想周围走过去的人 有可能会认为我变态吧 为什么要去拍裙底 但是这条裙子你不可否认 它就是从下面拍会更好看 因为它的裙子会变成一个上摆的一个椭圆形 就像是真的是一个小姑娘在那跳芭蕾舞一样 非常漂亮的一个形态 那它的腰部被遮挡 但是呢 它的下摆会变得非常的完整 我会觉得一个男人在路过另一个男人大脸时 会非常有趣 因为他们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身材和表情 我会觉得这些曲线非常的诡异 并且当他们投印在右边的金属柱子上 它的变形以后就更诡异了 我也会喜欢复杂的天空上的紊乱的电线 我也喜欢我们的这个地铁口的线流的那个栏杆 投印在楼梯上所产生的复杂线条 那个地方很恰好的就站了一双脚在那里等人 我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是一半黑一半白的 而且呢 白中有黑 天空中有树 黑中有白 楼里面呢又有一点点的反光 所以我会觉得一边是自然 一边是人造 一边是牢房 一边是海阔天空 我会想去把它拍下来 我不管这张照片到底有什么意义 它能参赛也好 还是说学生们会喜欢 我不会想这么多 我只会觉得我想拍它 因为我觉得它有趣 那在我的生活中呢 我拍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展的看幕式 去那边做嘉宾 然后呢是五马 很著名的一个歌舞剧 由人马共舞 五马以后在那个马休息的时候拍摄的马匹 我的老婆在拍摄我 那我在拍摄她 在对拍 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公司有一只猫叫做灰灰 用一种很严肃的眼神 在看着我像个雕塑一样 公司每天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在餐厅里面也带着相机 拍摄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剪影 隔着的是一个绿色的不规整的表面的毛玻璃 在汽车里面 我正在拍摄这个高铁站的列车的这个顶部 回家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小兔子在门口的那些卖菜的小卖布旁边溜达 我抬头看到云和树之间的关系 在郊区讲完课以后呢 发现有两树非常漂亮的花和一条小路 取近通幽 在拍黑白摄影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这个光线就变得非常重要 你会看到整个这个路是被照的比较亮的 那两树花是比较亮的 其他地方会比较暗一些 所以你需要用眼睛去排除掉色彩的影响 把注意力就集中在光的明暗上来 你要能学会用眼睛去转换彩色与黑白 你才可能去拍出好看的黑白照片 好吧 那这是在博物馆里面的人 这是走在小区里面的时候 深夜12点 当我拍完我的继续摄影回来以后 拍完好像是莉莉 回来以后路上遇到的老小区里面的老太太在遛狗 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玩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说 我想拍再做一个呗 这个动作 他说那不要 那个倒过来那个样子多丑啊 很奇怪的 但是我就一直说 我说什么为什么很奇怪的 我觉得特别好啊 我觉得你很厉害 我就想拍一张 然后他就牛牛捏的 但是还是去重新做了 好几次这样的动作 然后跟我说 说你拍完了没有啊 那个时候我的学生们就站在旁边 我正在跟他们演示 当你想拍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跟人去做沟通 基本上都会同意的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他的父母就坐在旁边 看着我跟他沟通 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了 父母也不会干涉 说你能不能拍我的孩子 他们也不会管 能不能拍是孩子以来决定的 那么在野生动物园的时候 我做了斑马的重构 又发现这里面有三匹斑马 一个斑马的身子 一个斑马的头 和一个斑马的尾巴 三匹斑马重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些构图的技巧 你们都已经懂了 只不过现在你们是想 是要去学会去欣赏一种 复杂构图的美 对吧 那这是在停好车以后 等人的时候 我用相机自拍的画面 这些亮点 其实在背后的那一个 哈什奇的那个靠枕 真莫名其妙的 用着莫名其妙的眼神 看着我的镜头 我使用的是一种中等光圈 你从我镜头里可以看得到 我使用中等光圈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让背景太模糊 我需要有那个哈什奇的表情 我也做了大量的自拍 比如说在童装店里出来以后 我发现我跟保安的姿态很配 在上厕所的时候 朦朦胧胧的 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 和后面探头看 我的莫名其妙的人 我的老婆坐在前座 我坐在后座的时候 我在镜子里拍到她小小的脸 还是那句话 只要画面中出现人物 哪怕她再小 她都是醒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在观赏 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会先去 优先去观赏人 这是一种本能 这是一种天性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说李杜宇 你来不来睡 结果一抬头发现 她在那里 往脸上涂抹东西 我觉得这一幕特别的美 于是就拿起相机来拍 你可以想象 我在睡觉的时候 相机都在我伸手 就可以拿到的地方 要不然我怎么能拍到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的左边的人物呢 是他正在这个护肤 那么我隔着一个网子拍到他 这个网子是防止小朋友 就睡觉的时候 一滚就滚下床的那种防护网 那右边的那个相对比较黑的影子 那实际上是我的一个相机防潮柜 黑色玻璃上反射的他的这个样子 这两个影像 由于不是同一个角度 所以看上去像是两个人 很诡异的画面 中午的时候李杜宇 一不小心在茶坊上就睡着 说这一说我拍了很多 我的自拍 我也拍了很多 我的媳妇 这是在坐在车里面的时候 他坐在右边的副驾驶上 我坐在车的左侧 然后拍摄我左侧车门上 放着的一个这个 就是背面是镜子的索尼相机 索尼Z5尊相版 它背面是一面镜子 我拍摄了我镜子里的 这个我右边的李杜宇 这张照片有很多人看不懂 甚至头条用户 你知道头条这个特别喜欢骂 就是发了这个早知习 有这张照片以后 然后就有头条用户真的说 明明就是人在你左边 连左右的分不清 还当什么摄影老师 当然我们也没有回复他 因为确实有很多人 会看不懂复杂构图的摄影 这是左边的车门里的 镜子反射的右边的人物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面积的黑暗 中间夹着一个小小的两三角 这都是很巧妙的一种 一种表现形式 并不是你想象的直接拍摄的 好 那这是他去纹身 我们正在 这个纹身师正在把纹身的图案 往他的腿上去套 看看这个大小行不行 我们他并且配好色 纹身的过程我就再次省略了 但是现在你就看到 他正在看他自己的纹身的成果 纹身师拍张照片来做纪念 这是他的作品 然后我们从纹身的小店里走下来 在公司睡午觉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个毯子 有点像这个女生飘扬起来的裙摆 好像是一不小心这个风一吹 裙摆飘扬起来露出了他的纹身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就站着上方拍了这张照片 我们楼下呢有这个一个玻璃柜子里面养了几只猫 所以我们他们在看这个猫 然后到店里面去问租房的信息 实在累得不行的时候 他会问我能不能把脚放在车的前面啊 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很好看的 翻二的时候呢 就非得要去拍这种自助的证件照 自助打头贴 跪得要死 那么我也就是除了拍媳妇以外 当然我生活中的这个所有的朋友都在拍摄 那就是跟Lily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吧算是 有我自己的影像在里面 看电影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整个电影院只有他一个人 这张片为什么没有编排到Lily's Diary 因为没有必要 我们不能把一个故事想过于复杂 所以这些照片我们随时都得拍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编排进去 所以他现在是很开心 原来只有一个人 这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他正在低头看书 在这个理发店里的时候 大家一起剪头发 李杜宇还有他的 李杜宇的闺蜜 还有Lily一起来剪头发 Lily没有剪 所以他就拿到我的相机 拍了下面这张照片 是理发师 理完发以后 正在准备要拍摄他的作品 理发师自己的剪发的作品 那么他理发师使用的是一个环形的 大的LED灯 这个灯非常有助于打 叫什么光 发光 头发上的光泽会非常的漂亮 理发师现在偷了个蓝 他把手指也从灯中间伸出来去整理头发 所以Lily捕捉了这个画面 这张不是我拍的 是他拍摄的 这是大单车和小单车干嘛呢 我们要去山顶上骑这个高坡速降 就是刚才那是我们的朋友的单车和卖卖的单车的合影 骑在高坡速降的时候 这个权盔一头一身全部穿上以后 就像是要拯救世界似的 然后呢就这么着就开始下山了 这是在下山的那个陡破的一瞬间 你从那个人物表情可以看出来 还是蛮紧张的一件事情 骑完以后当然就很累啊 小姨子累成这样 我们的这个看图的助理多多啊 也累得不行 但是大家呢还是很这个有兴致的观赏了自己的这个录像啊 录像我们挂了七八个GoPro代理台无人机去录了整个全过程 有机会到时候给大家放出来看 是我在练习平时生活中啊 去练习拍摄即时摄影师所拍摄的画面 他们不一定最后会被编排到某组照片里面去 但是他第一可以做我的一种练习 第二呢 天知道他什么时候啊 会会会能够以某种形式展示出来 有可能他是能放到某种组照里去 有可能他就是一种单张的呈现 就像谢海龙那一张啊 大眼睛的这个希望工程的照片一样 那总之呢 我们不要老是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 总觉得我是没有拍摄任务的时候 就不需要拿起相机 我不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拿起相机 我不是去风景很优美的地方 我就一定拍不出很好的照片来 不是这样子的 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值得我们去拍摄 我们关注自己的生活 关注自己去到的所有地方 关注身边的所有的朋友的所有细节 这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相机的原因 如果你是一个有之于成为即使摄影师的人 那么首先你要养成的习惯是 让相机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下节课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呢 是我们在生活中随机拍摄以后 它突然一下组成了组照的这么几组作品 那么你可能会发现原来生活中的随机的拍摄 也确实不只是练习而已 它可能也有更多的一些意义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